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北韩三日中午进行第六次核式,宣布洲际弹道导弹,ICBM弹头所需清弹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此举引起各方谴责,美日领袖再度热线,中国与俄罗斯领袖会晤时重申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日本NHK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三日晚间与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和俄罗斯总统普廷Verdemir Putin分别通话10分钟和15分钟讨论北韩核式问题。 安倍表示,他同意两国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北韩此举是严重的威胁。 安倍晋三与川普近期已就朝鲜半岛局势,在三天内二度通话。 另外,三日正好是中国与福建厦门举行金专国家峰会首日。 新华社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普廷会晤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以致统一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并密切沟通协调妥善应对北韩再次进行合适这一最新形式。 中国外交部早前发布声明对北韩再次合适表示坚决反对并以强烈谴责。 俄罗斯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对北韩和事深表忧虑并予以最强烈谴责并指北韩若继续沿此路线行动将为本身带来严重后果。